第七條有關於公平測試、公平比較、有關於常變項 ABCD全部都有關於活組織的常變項 今次我們想去研究的是哪個最為重要的原因 ABCD各自都說了 A和C是關乎於我們要用同樣的質量或體積 去比較不同的組織 他們究竟有多少的個氧化氫門 試幻想一下,我們一個setup用10g的薯仔 另一個setup用5g的蘋果 10g的薯仔當然有大一點的機會 有多一點的個氧化氫煤 其實都是不公平的 要用的話,大家應該一起用10g或5g Volume 亦一樣 你說我不喜歡令到固體狀態 我要攪碎了它,大家是CM Club 都無所謂 至於B和D,形狀和表面面積 其實他們互相扣連 所以我們應該要考慮的是表面面積多於形狀 我們又試幻想一下 同樣地都是10g的薯仔 以及10g的蘋果 一個就是大的立方體 而另一個就是將它斬斬斬斬變成 10g的細小的立方體 它們的體積、重量可以是一樣的 但當我們將它切成細小的 情況就等同於我們 咬東西了,一個機械式消化 增加了表面面積 令到過氧化氫煤容易接觸到雙氧水 從而增加到反應速度 所以最重要的CV就會是表面面積 因為既然全部東西都已經是同一樣 同一樣的重量、同一樣的形狀 最重要的是它們的表面面積 是不是都是一樣 問題問題論 1.4,4、1,a,√、cy、d、 是CV Options A&C Mass and Volume 是相互的数量的 Catalates in the living tissues 就像在一个设置 我用10g的Potato 但在另一个设置 我用5g的Apple 我已经改变了Tisus 现在你能看到 甚至Mass和Volum 是不同的 所以已经有2IV了 所以在比较的比较不坏 所以我必须要看确认 比较的A&Potato 这应该是10g 我们可以把这些重量的重量 同样的重量 同样的重量 就要看确认 这种重量的Catalates 在的维生细 然后选择B和D 是一种比较的 Shape和Surface Area 我们应该设计 这种重量的Catalates 最大的拆 sekali,有一些材料中是10公分的ima A, 另 gebaut帘alom和两次材料中拆 但我们看到其他 Bro fuerza費 y böl が比较的 像我来看一下第二件, the concept of the mechanical digestion increase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food for the digestive enzymes to work on and now for this case so there will be a greater surface area for the catalase to break down the hydrogen peroxide so you can see that we use the same mass or volume of the tissues and they are also in the same shape but the surface area it is a critical factor to be the control variables so the answer is D